不需要讓企業家變成紅頂商人器和政治人物 內閣官員經營私人關係 就是企業不必花錢投資政治 蔡英文昨天代氣的那些人 張景森林信義林權 這些都是貶政府時代的高官 貶政府時代最有名的就是 商人一定要跟政府買關係 買關係就是用錢去買 不管你跟政府有沒有生意往來 貶政府的高官包括蔡英文自己 站在那邊侃侃而談 哎呀我們執政我們不跟 商人不必來跟我們交關係 商人不必要嗎 各位前車之見 現在請各位朋友上網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瑞士 瑞士法院判決 扁家存在他們那裡的兩億要歸還台灣 歸還我們政府 這兩億是什麼 阿扁跟誰收的 我告訴各位 跟嚴大馬家收的 就是這兩億 收錢的構成怎麼收 嚴大政見想買一家銀行 這家銀行叫做復華 復興的復中華的華 這家不是公股的銀行喔 不是政府的喔 你要是說政府的卡在阿扁手上 還說我跟你勒索一下 還講得過去 這家和政府毫無關係 可是他怕政府會從中阻撓 因為你還是要經管會同意嘛 所以嚴大馬家派了杜立平 去問吳淑貞說有沒有關係 他們想買這個政府會不會 從中阻撓 他買的不是買政府的銀行喔 政府沒有一分一毫的公股喔 結果吳淑貞跟他比出兩個手指頭 政府是不會講話啦 但是你要給我兩億 所以嚴大馬家就送他兩億 這兩億會到瑞士 瑞士銀行判還中華民國政府 是貪污所得 蔡英文垮垮而談 帶著扁政府的高官 林全 林信義 張景森 去會喜慎雄 阿扁團隊 是一個怎麼樣的團隊 為什麼商人那麼怕 我又不買政府的銀行 這個只是要政府核准而已 你也可以來A 是 你可以看到這些人講一套做一套啊 對不對 然後自己做的事就忘了 李登輝講啊 而且他常常掛在口頭隨處講 有些人每天講髒話喔 社會上就認為沒關係 柯文哲每天什麼 什麼歪歪的掛在嘴巴 沒關係 台灣最可恥的就是網友 他們無動於衷 要是別人講 就破天蓋地霸凌你 就這麼回事 台灣最可恥的網友 他們最沒有公平跟正義 然後每天在網路上 好像自己有多少鄉民正義 那是一批不要臉的人 我講的 我小總都拿來做對照 我們大家來對照 但是 你看到這些人也不要奇怪 然後每個人嘴巴講愛台灣了不起 最好笑就在這裡 柯文哲去嗆連勝文 現前 有種你到習近平前面 去喊中華民國 有種你到習近平前面去喊中華民國 朱立倫這次去喊了 對不對 他講中華民國啊 柯文哲因為自己不看報紙嘛 所以他對台灣的情況不一樣 他每天就在做秀 講講嘴巴 不講嘴巴就癢了 請大家上網 小總講話不空口說白話了 連戰 最早講中華民國連戰 連戰在習近平前面 講了一段話 我亮給各位聽啊 因為我 我記憶 應該 應該不差啦 但是會不會連小數點都練對 我不敢講 但大家上網查得到嘛 連戰對習近平講 什麼呢 中華民國是資產不是負債 中華民國是資產不是負債 請大家把這句話記下來上網 連戰敢對習近平講 王毅齊去大陸 大家記不記得 王章會 王毅齊是陸委會的主委 他講什麼 因為他去中山寧 祭拜國父孫中山先生 他說中華民國已經存在103年了 記不記得 去年 他代表政府 他代表馬航九 他是官員 他是政務官 中華民國已經存在103年了 這是王毅齊講的 更早啊 孤政府先生 1998年 他見了江澤民 1998年 第二次 孤王會談 1998年 孤政府見江澤民 他说 江先生 今後兩岸關係要有所突破的話 大陸 總要務實地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我為什麼要講這段故事啊 因為我對兩岸也非常關心 兩岸所有的 報導啦 國內 國外 我都會很仔細的去看 分析他的利弊 得失 現在朱立倫去講 是第四次講 柯文哲不知道 柯文哲 賢錢啊 去嗆 因為他們霸凌啊 因為他們擅長編造嘛 這些人說謊說慣了 柯文哲的爪牙 在網路上編造啊 說連勝文喔 要選台北市長之前喔 先跑去跟習近平報告 記不記得 大家記得這件事吧 然後在網路上 喔你看你看 然後柯文哲就 意氣烘花的嗆連勝文 不要講兩岸關係 你都 都了解啦 你有種 你到習近平前面喊中華民國 我告訴柯文哲 已經 有這麼多人喊中華民國了 朱立倫這次去只是第四個 第一個講的就是 顧正虎先生 對不對 第二次顧王會談 1998年 那時候的發言人是誰 你知道嗎 這個團隊 我們台灣中華民國 政府代替的團隊 由顧先生代隊 這個團隊的發言人 就叫蔡英文 蔡英文還要出來 轉述的時候 因為台北 總統府這邊在控制 就 他控制 控制整個現場 現場幾乎是用 當然沒有那麼精準的直播 但是所有情況一直報告 台北這邊 李登輝 跟他手下的 國安的人員 國安會的人員 就在監控 蔡英文 哇 咽不住喜悅的 這趟走上去 要講話的時候 台北打電話給他 回去擦口紅 我小總講了 百分之百真實 哇 在國際面前 要講話 蔡英文想說 我都有國際的那個 國際官 國際事 壞人人要上去講話 被台北這邊 信赤 回去擦口紅 連口紅都不擦 在國際上是沒有禮貌的 我小總講的東西 百分之百為真 但是 我講的 這些人 沒有視野 我今天要講的 重點在哪裡 他們每天在台灣 羞辱中華民國 對不對 蔡英文和他周遭那些人 柯文哲和他的爪牙們 蔡英文說 中華民國是流浪 流亡政府 記不記得 蔡英文流亡政府 請大家上網 蔡英文講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這些人 每天在台灣羞辱中華民國 然後當 有膽識 對國家有貢獻的人 他到對岸 不只國際 對岸是最難講 中華民國 對不對 他到對岸 去騎出中華民國的時候 他們膽識就出來了 民進黨那麼多人去 敢講嗎 不敢講 陳吉也去了 賴清德也去了 不敢講 現在 我們看到了 柯文哲說 我八月 我要去上海 其實上海這個論壇 平常不是八月半了 平常大概四五月 為什麼 我跟各位朋友講 我的兩段大陸的經驗 第一段就是 柯文哲要參加 這個叫雙城論壇 第一次我就參加 台北派出的是 白秀雄副市長 同行的金普聰 記者只有七六個 忠實聯合中央社 還有一個是 那時候的東升 網路新聞 然後一個是自由時報 就這樣 我們都去採訪 國共論壇第一次 我也去採訪 那時候同行是連戰 就十年前 民國九十四年 四月二十六號成行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都不必看資料 所以為什麼要說 十年後 現在一百零四年 朱立倫是第十次國共論壇 但是大家看了 就是說你看了這麼多政治人物 我們其他小總 我其他本事沒有 我是有一些記憶 很多重要的新聞 對話什麼 我都會把他記憶下來 柯文哲今年八月 要去參加 兩岸 要參加雙城論壇 他要派副市長 做立方 最近要派去洽談 柯文哲 去之前 柯文哲去之前 我希望台北市民 還有那些網友 要帶點種嘛 要當網友 網友變網重了嗎 鄉民變垃圾了嗎 柯文哲出發之前 請大家要求 柯文哲到上海 參加雙城論壇之前 要答應我們一件事情 我去一定沿途喊 中華民國 因為你在嗆連勝文 你敢不敢喊 你去之前 我們要求你 柯文哲說 我去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我一定喊出中華民國 去之前就答應我們 去之後也做到 做不到你憑什麼嗆別人 所以 連勝文有種 你在習近平前面 喊中華民國 柯文哲不必有種 柯文哲 去參加雙城論壇之前 因為你現在派周立方去嘛 請周立方現在沿途去告訴國人 我 我周立方去我就會喊中華民國 我們柯文哲市長來 我們也會在上海大喊中華民國 這 這是基本的吧 你要求別人的你做不到嗎 你去嗆連勝文的你做得到嗎 來啊 先講啊 我覺得這是很卑微的 台北市民的要求 各位朋友 小董講清文都是用比較的 用對照的 對不對 這才叫公平嘛 你可以講的我就可以講 你可以做的我就可以做 這民族啊 所以我常用對照的 大家來對照 請柯文哲告訴台北市民 今年8月我去參加上海 我去上海參加雙城論壇的時候 我一定一路高寒裝華民國 等一下回來我們講其他相關話題 鳳凰愛旅行精彩世界 歡迎回到非得武傳 我是董事長小董 我講清文啊 我都是用對照的 就是 因為你有時候講法律 法律條文太 冷酷 冷冰冰 那你用對照的時候 欸對 他講這樣可以 為什麼被人講這樣就不可以 在台灣 其實藍利很清楚 利盈在司法 在輿論上是非常討好的 柯文哲講髒話 無所謂 對不對 李登輝講髒話 無所謂啊 啊要別人呢 會怎麼樣 柯文哲講錯話 大家一笑自知啊 要別人講錯話 哇 開始網路鋪天開地啊 你看馬航九講 陸龍的故事就被稱為馬卡龍 編多少故事啊 柯文哲好法無上 大家反而覺得好好玩 這個連頭 留情痞子文化 對不對 無恥無知 無厘頭 就是我們網友的痞子啊 無恥無知 無厘頭 然後哇 這樣就好高興 我看很多新聞 看了有時候都會笑死 怎麼笑死 譬如講 今天看了最好笑新聞 柯文哲的前 競選主任啊 叫蕭雅潭啊 他批柔蘇雷 批得真好笑 他講得很傳神啊 他講柔蘇雷真傳神 今天連 那個中國時報把他登出來 因為蕭雅潭 他把他登在臉 自己的臉書啊 蕭雅潭固然是 要 要跟柔蘇雷選啊 但是 他PO在自己的 網路總部 他是 他說 他昨天 痛批同選 去國民黨立委 投 柔蘇雷 猶如宮廷地 甄嵐傳的 安寧龍 對不起 因為甄嵐傳我沒看啊 我 剛剛練安寧龍 我還覺得很拗口 他說 柔蘇雷 拿國民黨 卻軟自己啊 消費自己的政黨的方式 求起個人 在政治上的地位 要是台灣政治 衝刺這種投機分子 政黨政治 就等著垮掉 蕭雅潭講的是 常識啊 對不對 台灣政壇 衝刺這種投機分子 政黨政治就垮掉啊 本來就是啊 各位 我在節目上 我公開罵了 柔蘇雷 廖正景 紀國洞 我甚至建議紀國洞 改成吳國洞好了 改名 什麼好意思嘛 政黨政治 我們的媒體哦 就像蕭雅潭寫的 他說民進黨 K國民黨不是新聞 但國民黨 K自己人 K國民黨 就會變成新聞 就是用這套 肉侯級 讓 柔 竹雷 總能利用 消費自己的政黨 來墊高 自己的政治地位 難道 在黨內 費兩聲 就是改革派嗎 他說 更令人 難以苟同的是 這樣一個 專門消費自己 人的立委 在七年九合一 選舉時 竟然又回過頭 來幫國民黨 台北市長 候選人 連勝文助選 前後立場不異 卻沒有對選民 有任何交代 他說 結果連勝文 顯輸了 柔蘇的 又回過頭 來批評國民黨 這種機會主義者 選民會買單嗎 他說 他實在真的 想起了 甄嬛傳的經濟 這季經濟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因為我聽過一季 是賤人就是矯情 但不是這一季 這是 小雅潭引述 他說 再冷 也不該拿自己 拿別人的血 來溫暖自己 再冷 也不該拿別人的血 來溫暖自己 他說 然後羅蘇蕾就是拿國民黨的血 來溫暖自己的 安 玲 龍 我看了這新聞 真的哈哈大笑 其實 大家也都知道 蝦爾坦講的 當然是 小董已經 這陣子 我在這節目上講過了 或者我在專欄 我也寫專欄 我也是這樣寫 我公開寫 但是 台灣社會 有時候他的沒有示威 就在這裡 你知道嗎 太陽花 有39個人 昨天 因為他們攻進行政宴 我講的是行政宴 被起訴了 然後一堆人出來 很多律師 怎麼樣 大家也知道 我看不起非常多的律師 還有那些憲法學者 法律學者 我非常看不起他們 這些人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評 一堆 我曾經在趙少康的節目上 我公開講 我說 非常瞧不起 這些人在哪裡 你知道 國民黨撤銷王金平的黨籍 一撤銷的時候 這個公文 國民黨馬上公文行到 中選會 告訴中選會說 國民黨撤銷部分區立委 王金平的黨籍 中選會馬上 把這公文 出了公文 給立法院 立法院收到文就生效了 這是常識 我就當面問趙少康 因為他當過立委 他也自己停過自己的 辭掉立委 我說辭掉立委 跟被停止黨 就是一 一決定就是生效 中選會的公文 就生效 我說這是常識 他說沒錯 結果中選會送過去 立法院既說 說我們下班了 不算 中選會六點半左右 用電子公文傳過去 立法院收了 立法院收了就算數了 就生效了 你知道嗎 這是法律的常識 結果第二天 第二天 王金平提出了 假主問 假主問就是說 你如果還沒執行 我要求趕快緊急凍結 這個狀態 但是照法律常識 他昨天已經生效了 我說全國的法律學者 憲法學者 這些人 有夠無恥 有夠不要眼 你們還在大學教書 教學生什麼叫法律的 程序正義 全國沒有一個人講 小總這個觀點 是很粗淺的知識 這個不算什麼觀點 每個人都知道 沒有一個人敢講 那些法律學者 在大學教法律 連這樣的常識 大家都知道 沒有人敢講 還在大學教書 有夠可恥 我真的講有夠可恥 所以我今天看 太陽花這些被起訴 這不是什麼新聞啊 各位想想看 太陽花那些人 攻進行政院 到現在都久了 各位 都久了 現在5月了 過兩天母親節 太陽花花生什麼時候 七年三一八 一年多了才起訴 我就很看不起這檢察官啊 我在節目上 罵過很多次啊 現在起訴 只是剛剛好而已啊 各位 今天如果 檢察官不起訴了以後 法院判如罪 我建議大家就攻進法院 欸小董 你收拾人家犯罪 沒有 我沒有收拾人家犯罪 欸你講這樣不當喔 怎麼可以叫大家攻進法院 如果攻進行政院的人 無罪 攻進法院的人 憑什麼教有罪 對不對 行政院在政府的機構 比法院還大 跟司法院 跟法院的上司 司法院不是平行的啊 我是做假設 因為現在也沒判 但是各位 我講了有沒有道理 民眾攻進行政院 偷拿太陽餅 偷拿電擊器 偷拿無線麥克風 都偷走了 現在也沒有下文 然後說 這些人無罪 現在檢察官起訴 我覺得來得太慢 我已經被我罵很多次了 但是 我跟各位朋友講 今天 你看到了 這樣的新聞 呈現出來 好像檢察官起訴是不對的 然後一堆人就罵 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就有個醫生 他叫王仙凱 他當時候也要衝進去 後來就說 被警察怎麼樣了 他去告馬航九根 降一話殺人 真好笑啊 他攻進行政院 行政院警察抵擋 中間有怎麼樣 我不曉得 他警察一定不讓你進去啊 你硬要進去 一定有衝突啊 衝突以後 聽說我受傷了 是馬航九熟死 是江儀化熟死 這樣的告 可不可能成立 中華民國 每個被公務人員 不管是失敗或傷害 或怎麼樣的人都去告馬航九 合理嗎 這本來就不可能嘛 不可能成立 但是這些人 你是為什麼目的 大家也很清楚 我今天講這個 我要講的是 今天被起訴是剛剛好 但是你看到了很多 很多什麼律師啦 政治人物啦 名嘴啦 就在那邊嗆 嗆也就嗆啦 那些人不嗆也奇怪啦 但是我告訴我們朋友 那些報紙喜歡登這個 那些報紙可以信嗎 那些電視喜歡登這個 電視可以信嗎 電視是個疑笨箱啊 讓你變笨的箱子 是啊 為什麼 現在電視台 變怎麼樣 他只會抄報紙 啊報紙呢 報紙只會抄 那些反對人講的話 那報紙有政治目的啊 自由時報最有政治目的 大家都知道啊 對不對 自由時報 每天罵兩岸 自己老闆就是賣 大陸黑心牙膏的 第一名啊 玲瓏山 喜歡用大陸後 來毒壞台灣人啊 小總就公開講 所以大家去 玲瓏山開的 中和 湖蓬 洗來燈 這家 旅館的時候要小心 小心用到大陸黑心後哦 我手上有檢驗報告 他們 跑去 這家 飯店檢驗 檢驗出他的大陸黑心牙膏 會致癌 各位 致癌很可怕 致癌很可怕 很難致啊 合理嗎 然後我們的電視台就去抄啊 抄自由時報好高興哦 抄蘋果日報好高興哦 蘋果日報讓人看不起啊 蘋果日報 前兩天又大燈特燈 哎呀 盧盛燕 連身活活 哇 前版廣告 我看了我就覺得好感動哦 怎麼會有這種媒體 請大家上網打盧盛燕 連身活活 連花的連 生命的身啊 連身活活啊 那時候 蘋果日報集團怎麼修理他啊 說吳敦利跟他在一起是怎麼樣怎麼樣啊 他在南投有個廟叫雷杖士 打雷的雷 杖的西杖的杖 叫雷杖士 我講這些都是希望大家上網 小總不亂講話 哇 好像吳敦利跟一個壞和尚在一塊 把他寫得很 很不好聽啊 現在呢 現在盧盛燕 沒事就登他廣告 拼命賺人家錢 蘋果日報就是這種貨色啊 我罵你 我是為了希望你來登廣告嗎 我登廣告 你來拼命登廣告拿錢給我 我就不罵你了嗎 你一文報紙就一文報紙嘛 你覺得他不好你就要拒絕他的廣告 不是嗎 前幾天還看到蘋果日報大登特登 顏雄的廣告 二代宅 顏雄的趙成雄 和他的公司 你不是罵他是奸商嗎 那奸商的錢你也收 要不要臉啊 我真的講 要不要臉 結果我們這些電視媒體 抄報紙 然後抄得好開心喔 自己完全沒有採訪人力 我跟各位朋友講啊 太陽花這些人被起訴太晚了 39個人 衝進行政宴 然後說 不能 一堆人出來講 警察打人不辦 被打的人既然被告 真好笑 他保護行政宴這棟建築物 你要衝進去 那警察如果不保護 讓你衝進去 怎麼樣 這警察是在鬼混啊 現在警察很不好當耶 各位朋友 台中發生大車後 警察晚到 馬上被處分 有誰同情警察 沒有 哇 你看台中警察都爛都怎麼樣 欸記者啊 有一點格調好不好 你們應該去包圍林佳龍 這個如果在台北 過去是好龍兵 你就包圍好龍兵了 如果是過去 胡志強 早就被你們記者包圍起來了 欸 人家已經發生大車後 你們警察晚二十幾分鐘到 是什麼意思 沒有啊 林佳龍就放他一碼吧 因為自己人啊 各位 我講一個簡單常識啊 我不是要替警察該托 這種警察該辦 這種警察該辦 晚到當然該辦 但是我講一個常識 警察到了以後 車後已經完成了 已經全部完成了 那所以警察 晚到是一個執勤態度的問題 該受處分 但是他沒有辦法改變 當時車後的情況 對不對 這點我相信大家同意啊 但是警察現在不好當啊 警察晚到被處分 警察在行政院捍衛 有人要攻進行政院 我去捍衛 結果我被人家告傷害 那些要衝進來了 使用暴力來攻擊我的人 我們不能對他怎麼樣 要不然我們就變國家暴力 台灣最不要臉的 就是一堆媒體啊 出來 只要警察 職勤 然後就說這是國家暴力啊 蘋果日報最好笑啊 蘋果日報 支持戰裝啊 香港啊 結果有一批人 就去蘋果日報圍堵 圍堵他的車道 不讓他的車子出爆喔 馬上叫警察 然後警察在旁邊不曉得怎麼處理 馬上罵警察 為什麼不處理 要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叫做國家暴力啊 你忘了嗎 蘋果日報 讓人家看不起 就是這種人 就是這種報紙 老闆 是個香港人 來台灣買土地 前年六月 賺了28億在內湖 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 有九棟房子 等著草樓 等著他漲價 他的報紙每天罵 台灣沒有土地爭議 沒有荒蜂爭議 自己就在幹這種事情啊 中文報紙 讓人家看不起 看破手腳 但是 很多媒體喜歡擦啊 對不對 哇擦他了 哎呀都好啊 都怎麼樣啊 小董在這裡講 我們喔 看這麼多的新聞 看這麼多的人 這些媒體 總編輯或者什麼 副總編輯或者什麼 老實講我都還蠻熟的啦 我每天罵他們喔 他們當然也會羞愧 因為我們喔 當初幹記者 大家都差不多時的時候 進入新聞界這一行 大家都有個初衷 這初衷就是本著我們自己的良心 我們對什麼事情 我們應該有怎麼樣的評論 我們跑新聞的態度應該是怎麼樣 今天有多少人違背的初心啊 對不對 當初的心情 我們那時候都是有熱血的 但是你看到 周遭的新聞界 過去的朋友 一個一個在墮落 這些朋友現在 喔 變成沒有 是非跟正義價值 然後在社會煽動 一個詭異的氣氛啊 今天看到政大 一個博士生 新聞的 三十八歲 跳樓 死掉了 各位 跳樓田 都想想家人 或者 打打張老師生命線 為什麼特別講他 他叫黃思凱 我也常拜讀他的報導 他經濟日報 或工商時報 寫過 有時候我看經濟新聞 詩人的詩 凱賢的凱 博士生 已經快通過 快拿到博士了 記者出身了 我不曉得 他的心境是怎麼樣 但是我總是告訴大家 要珍惜生命 我總是珍惜一些 好的記者 現在台灣好的記者不多 那些總編輯 高官 社長 那就更不堪文問了 他們已經把臉 放在地上 讓我們踩了 但是 各位 已經失去 初衷的這些人 我們不必理他 你要聽聽 台灣社會真正的聲音 堅持 講我們正義的 我都拿來做對照 我剛剛講那麼多 就說 你可以去Google 或哪裡上網 我講東西百分之百為真 我不講假的 不需要 我講蔡英文 在第二次孤王會談 當發言人 被台北打電話嗆他 回去給我擦口紅 這是千真萬切的 但是 你可以看 台灣有多少人 讓人家覺得羞愧 最羞愧是誰 我告訴各位 美國國務院 他派出各季的單位 像我們這邊最高的單位 叫AIT 在台協會 在台協會 會訪問台灣很多政治人物 會做紀錄 紀錄在抱回美國國務院 我今天訪問了 蔡英文他講什麼 我今天訪問了 王津平他講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 千真萬缺 可是被人家偷出來了 偷出來以後 這個人 現在在逃亡 這是三年前的往事 大家記得吧 後來記者問美國政府 問博瑞光 說流出來的東西是真是假 他百分之百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 從我們電腦裡面 偷竊怎麼會是假的 裡面有一段 很精采的對話 他們訪問了蕭美琴 蕭美琴跑去美國 嫌 因為 三年多前 蔡英文跟馬航九要嫌總統 他怕我們台灣拿到了美國簽證 免簽證 蕭美琴去遊說美國政府 不能給中華民國政府 不能給台灣人免簽證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賣台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要感觸那麼多 周天 我們跟緬甸 還有馬來西亞也拿到了免簽 今天中華民國政府的免簽 已經142個國家了 這麼好的消息 你今天在媒體上有看到嗎 你今天在媒體上有看到這麼好的消息 我們有142個國家免簽 蕭美琴 嫌蔡英文之命 到美國告訴美國政府 不要給台灣免簽 因為台灣好 就是馬英九好 就是國民黨好 這種賣台的人 今天大家看清楚 等一下回來我們講其他相關話題 歡迎回到回得午餐 我是董事生小董 我剛剛講錯了 菲律賓跟緬甸 我講的馬來西亞跟緬甸 投稿就講出來 中華民國的車輪牌護照 在142個國家免簽證 這麼好的事情 對照蕭美琴 嫌蔡英文之病 在三年前選總統的時候 去拜託美國人不要給中華民國免簽 讓台灣 台灣免簽 裡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國 其次是歐盟 對不對 這些先進國家 給你免簽 代表對你國家 就肯定了 帶他們去做這檔事 這個記載在維基解密 但是我有時候看很多新聞感慨 我今天看真誠報 他記載 大家記得去年選舉前 有個叫李政縣的候選人 政治的陣 憲法的憲 去帶著 開車帶著汽油 去撞市圍 高雄市的市圍 活動 那個辦公中心啊 就是高雄市政府的第二辦公大樓啊 昨天被判刑三年半 他帶著 柴油啊 兩桶柴油 他是候選人 一邊一國連線的候選人啊 他也漏選啊 他選議員啊 各位 台北 有個人去撞馬航酒 的家 一個去撞總統 另外一個去撞他家 撞他家 這個人帶兩桶汽油啊 陳秉松啊 兩萬塊交保 原來陳吉 比總統還重要啊 一邊判刑三年半 一邊兩萬塊交保 各位 什麼叫比例 原則 我有時候對司法 我真的不敢果同 大家看 金埔中 告康義成啊 康義成是蔡英文的同班同學 現在是高雄議長 金埔中去告他 不成 為什麼 康義成罵金埔中殺豬 殺豬不一定成 罵金埔中 自己誇耀說 馬航酒去日本訪問都成功 金埔中說 我沒有做過這件事情啊 法院說 不管有沒有做 這個都適當的評論 假的東西 怎麼叫適當的評論呢 評論要評論真的嘛 今天謝謝說